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 又到了阿美来做菜的时间了 我们常常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 师傅都会手上都会拿着那个鲍玉米花 对不对 一边看电影一边吃鲍玉米花 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那那个鲍玉米花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做 那我今天就来做那个鲍玉米花 然后可是今天我不自己上场 我请一位特别来宾来表演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一下特别来宾来出场 今天由我来为你示范这个鲍玉米花的一个制作 那鲍玉米花有两种口味 一个是甜的 一个是咸的 那今天呢 我要为各位示范的是咸的 那为什么要示范的呢 因为咸的话 你可以用沙拉油 甜的话你就要用这一个奶油植物油 那也许你家里就没有那个东西 但是沙拉油油每个家庭都有 这个盐巴一定会有 这时候呢 你只需要买一包这个干的这个玉米颗粒就好了 那我们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你只要这个沙拉油在锅子里面倒一些油 那这个锅子 这种煎 这个煎煎的这种锅子 远的比较好 因为平的话也会散掉了 加热就不集中 那这个玉米你不需要洗 就直接倒下去就好 你就酌料看你要吃多少 倒多少就好 你大概这个油可以淹到的一个为原则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加盐巴了 鲜味自己控制了 那你可以把它换一换 让它这个盐 吃的比较均匀 确保每一颗玉米都可以沾到盐巴 不过你在制作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因为盐巴它加热不会烧焦 所以你可以在这时候就加这个盐下去 可是你如果做甜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甜的就是等它完全热了 你再把糖加进去 等它完全热快要爆的时候才加糖 这样的话 糖才不会在里面烧的过久 烧焦了 那我们把这个油跟盐都和好以后 就可以把盖子盖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只要等待它爆就好了 那各位务必记得要把这个炉火调到最小 调到最小以免烧焦 那等待它爆的过程大概三分钟 大概三分钟左右它就会开始爆了 那一开始爆的时候是短短的几身 那再来就连续一直爆 那到最后忽然间就结束了 就没有声音了 那你就可以关火了 那你也不要期望它完全爆到每一颗都爆起来 爆到九成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再来就是太焦了 那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 你在爆的过程最好不要把它打开 万一这个油噴出来就会烫到 尤其是是你做那个甜的这个鲍鱼米花的时候 糖溶解会黏黏的那个焦糖很烫的 你又噴到你的手你剥都剥不开的 所以这个尽量不要在爆的过程好奇 去打开来看 那大概三分钟左右它就会开始爆了 那各位有听到这个声音了吧 我们把尽量放它宽小一点 再来就像机关枪一样连续爆 手宽开吽水 手到手 把锅子抓住 5-6-7-8-5-7-8-7-6-6-8-7-8-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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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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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7-7-8— 按摩 好,那个声音已经变得很小了 已经不大有声音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火关掉了 那我相信里面一定还有一些未爆的 那无所谓,那就不要了 那好的,我们就可以拿来吃 这样就够了 那不然你爆太久的话 那好的都烧焦了 我们可以来打开看看吧 那各位是不是可以看到 又白又香的一个爆米花 那我产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底下还有三五颗没有爆的 就一定会有这些问题,但无所谓的 这非常洁白,非常好看 也非常好吃 好,那我们就可以拿锅子 把它装起来 好,这个爆米花 好,这个爆米花 你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无聊也可以 爆个一碗来吃也不错 是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领主 好,简单 各位可以,试着来做 谢谢各位观赏 拜拜